我忘了是哪位教授在電視上講 他自己公開大學的訪問 他在大學面試的時候出過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只是抄襲別人 很多年前 抄襲美國佬有本《Entertaining Mathematical Puzzles》 兩個小孩騎著一輛單車 對頭就踩10公里 per hour Towards each other 有隻呼應在他兩輛車大加20公里 apart 由其中一輛車的車頭燈飛到另一輛車 這輛汙蠅飛到15公里 per hour 然後他飛到別人 他從這輛車走到20公里 apart 汙蠅飛過去 飛到撞到另一輛車的時候 就飛回頭 碰到這輛車又飛回頭 到兩輛車大家碰頭的時候 他就問你這輛汙蠅飛了多少 我記得那時候牙斬斬的介紹 在這輛車說自己出這條題目 很棒啊 你抄襲別人 這條題目怎麼解釋呢 記得 汙蠅飛10公里 per hour 那兩個小孩每輛車 對頭踩10公里 per hour 距離是這樣的 我們畫出來 我們畫出來 其實這個是考你那個 不是急財 是考你怎樣掌握的問題 那這個呢 10公里 per hour 這個呢 10公里 per hour 這個10公里 per hour 老實說 如果你說考大學生 入學試的interview 我真是大台少用 然後有隻蠅 那隻蠅 那隻Fly 由這裏開始飛到撞到這個 碰到它的時候 回到這裏 那你那個蠅飛的路線應該就這樣了 是吧 加起來 然後加起來 這個 就問它 它問你 當它兩個碰頭的時候 它飛了多少 你可以由這裏開始計 飛到這裏 要多少 這個15 那這裏就10 那這裏就25 是吧 25 25 你便除了20 那可以計到多少 來到這裏 飛一轉頭一樣 那它這裏已經走了多少 那你會計 那你可以用一條蜅去計 但是呢 這個是正常的計法 是吧 我們試計 你看看 它敢飛過來 你敢飛過去 你敢飛過去 它這裏全部就是Ground Speed 來的 那這個是25 那這個是25 大家的relative 這裏是15 這裏是25 25除20 是多少 5分之4 5分之4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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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撞到它了 那這裏呢 就走了多少 8公里 這裏走了8公里 是吧 不是啊 這裏還要走 這裏加起來 也對 20 那這裏呢 好 然後飛回來 總之 那條蜅就這樣 一路 一路 這樣 這樣 算它走了多少 那 那不是的 喂 那這裏 interview 不會太複雜 叫你這樣 只有十多二十分鐘 叫你這樣 那 他這兩個人 他問你 當他兩個人撞到的時候 這個 那他兩個人撞到是多少 那他兩個人撞到是多少 他在這裏 這裏是否加上20公里 大家的relative speed 是吧 那他這裏是20公里 那是否 這裏是一小時 他兩個人撞到一堆 是吧 就是 就撕了 2 boys 撕了 那一個小時 那這隻烏鰹 飛了多少 它是15公里 那總共飛了15公里 這裏是這麼簡單的 去考你如何tackle的问题 OK